嗨大家好我是小徐 那這邊為大家示範用貼乖靈 來解這一次白面狐狸的雙成就 隊伍中只有目屬性成員 跟隊伍中有三個以上種族的成員 那我這邊帶的是 機械族 還有人類還有獸 因為 不能帶神啦 我帶神的話他會把你這個技能全部鎖起來 很久沒有玩這一隊了 那第二關的話要消20顆木珠然後還要強化 有強化盾這樣子 這邊大概打兩回合就可以帶走了 小天降一組 傷害非常夠 接下來下一關呢 不要手消暗珠 不要手消暗珠 剛好也沒什麼暗珠 好這邊行動只已經達到100%了齁 接下來兩隻小怪齁一樣做全體攻擊 帶走 接下來下一關 弓錢盾 弓錢盾這個地方先給他打一下 那個哈砂我是沒有練啦 那個哈砂我是沒有練啦 我給他打完之後我們直接開這個炸掉 然後記得轉到那個 新珠 接下來下一關是墓鼠強化的終極拼圖盾 他這邊都是要消墓強化的符石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這樣 還是墓鼠強化的收墓壓? 也可以打開 咩咩咩咩咩 易砂 吼鼠強化的輪化的 你可以用木珠去疊水珠這樣子 也可以 不過轉珠時間有減短啦 所以我們這邊開個鐵管理 延長一下轉珠時間這樣 轉個40C應該就夠了 接下來下一關 王冠的話強化盾光以外防禦90% 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開個鐵管 然後開這個 沒有木珠 沒有木珠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開個龍珂 這什麼龍珂啊 這個 這樣傷害應該是夠啊 因為這血不多啊 嗯 好一隻就打死了 好那這隊就是可以解雙成就 看一下應該是可以 好 好這樣子就可以解完成就 剛剛已經用星石隊解了 兩屬性以上成員的成就了 所以 這隊要補這個雙成就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一下 小鈴鐺的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